花蓮凤林北陵三村过去连续9年举办了白鬼夜行计 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而停办 改展出历年的主题创作设计彩绘等作品 北陵三村的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李美林氏表示 也借此机会将过去的回忆做整理 让民众一起感受以及回味凤林的社区魅力 每年农历7月在凤林镇举行的白鬼夜行计活动 总会吸引许多民众前往半鬼冒险 进而认识客家文化 不过因为今年受到疫情影响 例行采接祭典改为静态历史的巡礼 将民国101年创办以来 累积9年多达百进的主事绝文创品 多过东华大学艺设计学生 以文物和影音两大主题 介绍社区的经典挂件 历年特色纪念商品 以及过去竞赛活动优秀的作品 今年是白鬼夜行的第9年 虽然没有办理 但是有这个展览也让我们有很多的回馈跟重新凝聚 因为明年就是我们白鬼夜行的10周年了 那我们也期待在这一次新展之后 希望所有曾经参加过白鬼夜行的好朋友 表演团体 还有艺术创作者 都可以在我们10周年的时候回娘家 然后盛大举办我们明年的白鬼夜行10周年 透过这些的展示 这些成品的成果 那我们可以看到 传统的客家文化 跟我们花莲的生活 非常非常密切的相关 那也可以看到 前辈在花莲 这边点点滴滴 开垦耕耘 也在这边生活落地 这是一个历史的传承 也是一个文化的展现 凤林正是花莲县客家人口比例最高的乡镇 除了是国际曼城 还具有丰富移民文化 期盼透过特展 向大众分享白鬼夜行活动背后的社区故事 今年迈路第九年 白鬼客星 烟楼迷路 白鬼夜行记创意作品展 即日起在花莲县客家文化会馆 第一集第二展览室展出 展出时间至8月23日 欢迎民众趁着暑假时间前往参观欣赏 记者长方燕 吉安相报导